外貿會 外貿會在今年 自從年初做了一次聖誕燈的展覽 這一次運動器材展覽之後 在今天又推出了一下 外銷機械工業的展覽 現在我們想訪問一下 外貿會的秘書長吳冠雄 請他談一談有關機器展覽的情形 秘書長 經過兩次的展覽之後 這是第三次 也是比較大規模的一次 國內的機器展覽 您個人認為 類似這樣的展覽 對於我們的對外貿易來講 有什麼樣的幫助 非常有幫助 舉例子這樣講一下 這個展覽會 我們每一次辦的話 海外至少有五六百的進口商 或者是大的公司的採購人員 到台灣來參觀 那麼這種人如果單獨到台灣來的話 他在五間 頂多能看到十家廠家的產品 可是他如果到這兒來參觀我們這個展覽會 五天裡面 他可以看到一百多家廠家的產品 對他們非常有利 那麼對他們有利的話 當然他們就願意來參觀這類展覽交易會了 那麼來參觀這類展覽交易會 那麼就著外貿機械的展覽來說 那麼您認為國內的機械工業的生產達到什麼樣的水準 我們最近這幾年來 這個機器工業發展得很快 那麼產品的水準也漸漸的提高了 那麼有人跟我說 我們的機器一般來說跟日本的機器 可以說是品質差不多了 甚至於還有幾個機器做得比日本的機器還好 我們如果再把品質提高的話呢 跟歐美的品質來接近的話 我們這個銷路還可以再大 先生,您來這裡購買一些工具嗎 是的,我現在 您想問一下 您想問一下什麼工具 您找到工具嗎 我正在工具的工具 在整個工具 我來這裡因為 我認為你的工具工具 是非常好 真的 除了工具 如何是價錢 我們可以供應 在這個世界上 我認為你的工具 非常非常相似 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非常相似 非常非常非常有效 Thank you